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南莫披露遮那佛 南莫披露遮那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词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 请方长 之前上的有没有问题 这本书相对不会很困难 迷想也少 都是一些观念 还有风范 这个虎死流皮 人死流民 释迦牟尼佛 在他一生的教化当中 留给我们这样的风范 其实你说他浅 但是有很深的毅力 那这个毅力大家做得到 那就是 存活有望 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继续轮回 只是总是有心嘛 每天增加一点 增加一点 好 那我们看八十九页 八十九页 倒数第二段 我们看八十八页 倒数第五 他说 通常佛陀采取四种方式 去处理别人的问题 第一个呢 是洞察来者的心意 开门见山 直接就假了 第二个呢 当来者所问的问题相当复杂 他就把问题简单化 这个也是要有高度的 那个 智商的手法 那么第三呢 当对方非常聪明 提示后 就知道自己问题在哪里 这个是大部分 我们做心理辅导 智商的经验 大部分他其实心里都有谱 要怎么做都差不多知道 只是再来问一下 再问一下 然后再做一个check 差不多 那么第四个呢 就是根本不成立的问题 就默而不答 我们不好说 他是来找查 但是这个问题没有答案 没有答案 大家就彼此浪费时间 那就大可不必 好 那我们来看倒数第二段 佛陀交易的最后目标 再使一切众生成佛 所以大家 就是在往这个方向 去前进 至于时间的长短 决定权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手上 不是在佛陀那边 我们也一直强调 佛陀上是我们的榜样 我们是要照着他的方向 方式去走 不是用来求的 那说我们还是有求啊 有求是希望 自我提醒 刚刚讲说 你也知道怎么做 自我提醒说 希望能够往这个方向 去前进 那因为呢 佛道非常深奥 无法一下成就 而且众生的根器和性相各不相同 所以佛陀一圣佛法为人圣 天圣 身文圣 觉 圆觉圣 和菩萨圣 那这个就好像各位去年中道 逛版或公司 一楼二楼三楼这样逛 还是直接到顶楼去 这样比较快 如果你要去顶楼啦 就不用一楼一楼的逛 这样就节省很多时间 但众生呢 有时候是会这样 一楼不知道有没有特价品 二楼有没有好啊 三楼可以顺便买个东西送谁 所以东晃晃西晃晃 就晃了三大阿僧七节 不知不觉 你不休那就更久了 好 到八十九月到十五第二行 对于禀赋和习信 适合于人圣的弟子 变交五戒和为人的道理 所以各位不要怀疑 你们过去是都已经很有修行了 这辈子才能当人 不然就当人 当这个地上爬的 天上飞的 水里游的 那又能够听闻佛法 那成佛只有一步之遥 一步之遥 不要弄这个三大阿僧七节 对于禀赋和习信 适合于天圣的弟子 便教他修实善和升天的道理 那这个都通常就比较享福的 天天非常的享福 可是也不就近 每天让你住饭店 每天让你去看花博 也金环了 那这个就是说生活当中 有一点调剂一下可以 偶尔所以才有礼拜六礼拜天 然后大家做一个工作上的一个舒缓 平常还是要在工作上 或是修行上 那大家又很精进嘛 这个周六又来上课 这个再不给你们成佛 佛陀实在 要给他抗议一下 现在多很多人在抗议 对于禀赋和习信 适合于听到制度的弟子 便告诉他解脱烦恼 和正圣果的四种道理 神他正阿罗汉 那阿罗汉他就是自己得解脱 他就认为说 这样我都可以了 OK了 对于禀赋和习信 适合于自个观察 宇宙的因果发现 修行误导 便指示他做十二因缘的生命法车 使他正得制正小胜胜过 阿罗汉还有声闻言诀 言诀呢 就是修十二因缘的 对于禀赋习信 适合于自立立他弟子 便告诉他慈悲众生 和成就圆满智慧的六种原则 那个刚刚前面那个四种方法 就是苦极灭道 这个六种方法 六种原则就是 不思辞戒忍怒 精进禅禅定 般若 那这个就是菩萨 所以佛经上说 佛圣是实 五圣是全 佛圣才是实实在在的 那其他的都是方便 全就是方便 那九十月第一行的第二句 告诉他解脱 烦恼 就叫苦极灭道 这四种叫苦极灭道 那叫四圣地 四种方法 让他们得到这个 因为众生的根基 你讲不思辞戒 他还要犹豫一下 那所以呢 佛陀就针对不同的根基 做他不同的教导 那最好当然是成佛 退而求其事就是菩萨 然后介绍人来修行 介绍人来听课 介绍人这个 做一些生活上 或解脱上的一些解脱 那我们同学之间也有一位 另外一个同学 因为先生往生 所以他就带他来上课 所以他这样一段时间 他也从那个悲伤当中 悲痛当中走出来 而不是静寅在那个情绪当中 这也是不失 那我们九十月的第二段 涅槃经上曾举一个例子 说明佛陀如何诱导弟子 从小圣进入大圣 譬如某长者有一个小孩 那这个小孩 非常喜欢读书 他当然听话 比如说学情的小孩子不会变坏 喜欢读书的小孩相对不容易 我们也不能说绝对 很多事情来讲 他非常喜欢那个孩子学读书 因此就把小孩子送到老师 那老师呢 因为恐怕这个孩子对读书席子 不敢去 要他马上回家 所以日夜心情的 教他一些简单 有趣 而文字很少的图画书 以迎合他的嗜好 然后再喜欢读大本书的兴趣 那这个就是 我们小时候也看过漫画书 这个很多趣味 然后童话 还有一些比较生动的 一些画面或是简单的故事 所以有王子 有小公主 有一些什么什么探险记 还有什么很美的 很美的那个一些童话故事 所以用浅显的启花 美丽的世界 快乐的世界 然后呢 慢慢在一些比较有剧情有内容的 下一段呢 关于佛陀善巧方便 和寻寻善幼的事迹 在佛经中屡见不鲜 比如佛陀曾经趁弟子跟他礼法的时候 教导那位帝子 录 帝氏等的禅帝 这个就是我们上一次有讲 佛陀回到他的故乡去弘法 那这些堂兄弟呀 表兄表弟呀 那时候还没有比丘尼 所以都还有兰仲出家 所以呢 大家说 哇 佛陀回来 我们都要跟他出家 就很多人就 互相邀约 跟佛陀出家 然后呢 他们就有个剃头的这个奴隶 那就找那个剃头的 把我们头发理掉 就像这次选举不是很多人把头发理掉 哇都理掉 然后他们在理头发的时候互相有讲一些事情 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怎样怎样 哇好高兴 结果是理头发的这个奴隶 哇有这本事 有修行这回事 一辈子不是说只是当官啊或是赚钱而已 还有修行事 我也好想啊 那怎么办 好吧 把这些人的头都理光了 他就半夜跑去找佛陀 那佛陀说 他就问佛陀了 像我是奴隶啊 他们有四性阶级啊 那个婆罗门就是宗教家 再来是贵族 再来一边一般老百姓 再来是奴隶啊 那你们这些贵族都跑来出家 我是奴隶就是第四等 那那个贵族是第二等啊 可不可以出家 佛陀说 我就是倡导众生平等 你当然可以出家 你马上 所以剃了头 所以隔天早上那些王子来了 哎 这个 曹威达曹威达的臉 很面熟的一个人什么 已经头发剃掉了 坐在那边 佛陀说 这个就是你们的师兄 所以你什么王子什么什么什么的地位 没有用把他打破这个众生的阶级 所以这个故事在讲 然后教导他修到四禅 很快啦 其实我们闽南话叫逃鬼心的魁 你那个身心很放松很调和 呼吸均衡马上就过了 那天还有人 这个在问那个他打住我 整个身体很僵硬 我僵硬就叫他放松 放软 那各位如果 有时候睡觉有那什么来压床的 你不要抗争 你不要斟酌 挣扎挣扎一定要醒来 不用 你放松 像棉花一样的松 一样的软 马上就 那个压力就没有 那你一直抗拒 抗拒 弄得满头大汗 满身很累 那个问题还不一定能够解决 所以所有的问题 包括 人我之间 人生的困顿都不要抗拒 你一放轻松 他都不会伤害你的 他自然就消失无踪 所以没有人会害我们 都是自己害自己 好 所以呢 我跟对方讲 你放松 他说 心上这个地带 非常僵硬 我说 都放软 那个谁啊 老子啊 老子年纪大的时候 那个学生来看 师父你好啊 老师你好啊 真要 很好很好 牙齿都掉光了 剩下舌头 因为牙齿是硬的 去去咳咳吃 是把蜡吃什么感觉 人家瞪光光了 舌头是柔软的 所以它存在 所以保有 很高的位阶 但是有很柔软的身段 那个位置不容易让人家扯下来 那会被人家扯下来 就是身段的问题 当然 有因缘嘛 有因缘在上面 那也有因缘在下面 所以都要从容 悠然 好 九十页 最后一行 你没录地几禅啊 不要多顾就好了 有一次 佛陀和弟子 看到地上有张旧的纸 佛陀叫一个弟子 把那张纸捡起来 并且问他那什么纸 那弟子说 嗯 那是包檀香的纸 虽然没有包檀香 但是还是很香 对不对 如果他是包什么东西就有他的味道 真的啊 你杯子啊 还有包装纸 都是 活陀佛陀又和弟子往前走 看到地上有一条绳子 哎 那你把他捡起来 那是绳子做什么 哇 这刚刚是绑鱼的 所以那个鱼腥味很重 所以你要那个什么 脂盐回收 塑胶带回收 还是要洗一洗 不然那些乱七八糟的味道 弄在那边 你在回收用 也是非常的 味道不好 所以都是要清洗一下 蔬菜 蔬菜你焖久了也是会烂 还有那个植物的腐臭味 所以 那这个 包这个比较有异味的东西 还是 有清洁剂或肥皂洗一洗 但是他这个是在 乱丢垃圾嘛 在比喻 有这些东西 好 第四行下面 九十一月第四行下面 于是 佛陀就告诉弟子 这两种东西本来都是 干净清洁的 由于遇到不同的外缘 所以气味变得大不相同 一般人也是这样 亲近闲人的朋友 久而久之就学好 亲近凶恶的朋友 就容易被染坏 所以 敬朱则赤 敬末则黑 你们是敬什么 敬佛 朋友天天在一起生活 不知不觉就会被感染 真的 那不好的朋友 一天到晚要你去吃喝玩乐 哎呀 又没有天天去 去一次嘛 去一次嘛 那不知不觉就去了一次 去了一次 哎呀再去嘛 再去也蛮好玩的 再去 然后第三次 哎呀就习惯了 天天去 所以不好的习性 也就是被这样感染 当你的尺度松强了 当你的尺度永远不松弛 就不会去跟这个坐监换客 扯在一起 所以人的那个坚持是很重要 你就觉得迟到是没什么 你觉得欠人家点钱没什么 你觉得拿点什么别人东西没什么 那没什么没什么加起来就很有什么 好 91月的第二段 避欲也是教导 佛陀教导弟子常用一个善巧的方便的方式 在观佛三昧海经中 三昧就是弟 佛陀举了六个避欲来使弟子明白念佛三昧的特别优点 念佛还可以念到这个陆地 念而无念 这个是很好 那就算是没有得到念佛三昧 那至少你呢 这个起心动念刚刚讲 都非常的亲近 那也是很好 那有一个人他就是 后来就说 这个经很长 佛号也有点单调 不然就来送心经 所以他就心经送得很熟悉 也很发喜 他说奇怪 后来我没有特别要送的时候 他自然而然也会送起心经 所以我们的念头如果是亲近的 时常就会起亲近的念头 前面讲 你那个跟那些被污染的那些环境朋友 自然而然就这样子 所以这是看自己的自制力 跟分辨 好 91月倒数第四行下面 在如来藏经 他这个都举很多经典 而且多一些故事比喻 是蛮有趣的 在如来藏经中 佛罗举了九个比喻 来说明一切众生都是有佛性 所以你不用怀疑 好歹也九个中间一个 那么在波尔经中 佛罗举十个比喻 来让弟子明白 宇宙间的一切现象 和文字都是因缘和合的 没有究竟本体 维摩经方便品 我们知道那个法巴经有方便品 还有那个六祖坛经也有方便品 维摩基经有方便品 为什么都有方便 用众生一下跟他讲成佛 他承受不了 他要东绕绕西绕绕刚讲 一楼看看今天有没有特价品 二楼看看有没有你漏掉没买的 三楼还有谁要买给谁的 所以这样逛来逛去 一个钟头两个钟头 那还有人今天逛这一家 明天逛这一家 所以一个礼拜也逛了好几家 他说这样一个下午就过了 尤其夏天又不用在自己家里吹人去 那你叫他说去修行 就理由很多 所以就自业自得 九十一页倒数第二行下面 维摩基经方便品中十个碧玉描述人生也是因缘合而生的 没有本体 对啊 这个曾经有一个台大教授 有一天他跟他太太讲 如果当初我们两个没有结婚 这个世界的结构都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 我去跟别人结婚你去跟别人结婚 那别人的本来要结婚的要去跟别人结婚 所以整个都是这样 次序都改变了 也不是说混乱 就是说这种结合都改变 那所以有因有缘 所以就在一起 成为现在的架构 那一样 各位跑出来也是有因有缘 不是没事跑出来的 但是很快啊 生命是很快的 就结束了 你还没有玩够就结束了 还没有恍然大物 哎呀 怎么再说再见呢 好 九十一月最后一行 倒数第三句 没有实在的本体 那么在妙法莲华经中 佛陀应用七个很有趣的避遇 这个法莲经有很多避遇 火载遇 穷子遇 要草遇 化成遇 急诸遇 还有那个医子遇 火载遇它就是避遇 这个我们一般常常听到的 三界如火载 然后呢 大家都住在这个火里面 火的房子里面 不知道这个火已经烧起来了 然后呢 有擅自在门口说 各位出来玩哦 里面在起火了 赶快出来 外面有马车 有牛车 什么车 然后大家来骑车去往 逛大街 比较好玩 在里面太危险 但众生哪有哪有 我们还玩得很高兴 不愿意出来 还在活在里面 沾沾自喜 然后呢 穷子 因为就是说 有一个穷的小孩子 浪迹天涯 没得吃 没得用 终于有一天回家了 他从很小的时候就离家 回家了 他其实不是真的回家 因为怎样 他乞讨嘛 乞讨乞讨乞讨到他家 他爸认得出来 这家伙 是我那个傲儿 结果呢 他就是在故事里告诉我 你当初 你要离开家的时候 我在你的那个衣角 有缝一个宝珠 那个宝珠 一卖下去啊 可以买101了 结果呢 他不知道 他的衣缝里面有宝珠 所以浪迹天 他是形容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 你这个佛性 叫你这辈子吃喝 没问题 当然解脱更没问题 可是众生都没有去发现 你们衣缝里面 都有一颗宝珠 有没有找到 还没有 好吧 那药草育 就是 有一个当医生的 类似医生的爸爸 然后懂了很多的药草 那这个小孩子呢 都依奈嘛 然后也不愿意学习 什么药肚子痛 找爸爸 感冒找爸爸 悠陷到找爸爸 都不学 就跟一般人一样 不愿意学佛 好像都不会轮到我 生死都不会轮到我 那这个爸爸有一天说 我要出远门了 那有一段时间才回来 这个当中 你们拉肚子 你们感冒 你们发烧 你们中暑 那个药柜里面 第一柜是放什么 你们自己去拿 我就 没有办法在家里 跟你们准备 他就出门了 然后他就在家 他们家对面偷看 这些小子 拉肚子也没有去吃药 中暑也没有去吃药 感冒也没有去吃药 他们就自己去摸索了 爸爸不在了 他们有人不舒服的时候 就会去找这个药来吃 这药草 这好像佛陀 讲经说法49年之后 就四线涅槃 那这些可怜的众生 还有幸福的大众 就只好去找药师经 找阿弥陀经 找金刚经 这样子 把它当成一个药 所以这个法华经 是蛮有趣的 那边有人说 师傅那个诵经很长 金刚经很好 那太长了 不能你要诵什么经 我知 那就诵心经比较短 那众生就是会把 这个长短 变为他的一个负担 其实看你的时间 有长的时间 你就不一定要送长的经 因为有人就会听说嘛 哎呀地藏经很好 药师经很好 什么都好 法无高相 应积则良 适应你的根据就是最好的 你如果没有适应 那也就在另外寻找 而不是说 人家都说 所以我会反问 谁说 要专家说 佛陀都没有这样说 佛陀都讲 法无高相 应积则良 应你的根据就是最好的 不一定说长的 这个地藏经 或什么的 念的 人都快要晕过去了 都还没有结束 啊 现金太短了 可能就没有功效 没这回事 你念一句佛 菩萨 你的那个周遭环境都放光 包括你的业障 都可以消除 除非你不做 那后面的故事就不讲了 这个就是一些故事 比喻 好 92月第二行 说明大圣 智力利他的道理 所以 还没有成佛 至少我们养成一个 生活上的一个惯性 智力利他 帮助别人随手 还有金光明经 第一卷上有四个碧玉 人亡护国波尔经 受持品有八个碧玉 所以 当然如果你专门写 佛教的碧玉的论文 这个也是有很多故事 可是这个太多碧玉 你也写不了 通常你可以锁住 金光明经 或人亡护国经 的两者碧玉的 比较 那这样 你说所有的碧玉都写 那就可以写成大帐心了 故事太多了 所以小题要大做 许禄文是小题要大做 写一般文章就大题要小做 题目很大 那就举几个就好了 不难不知所云 所以他这边也是 他就这样一段 然后就说很多的碧玉故事 所以大家可以从这个当中 举例来了解佛法 好 92月的第二段 佛陀曾经说 我所悟的佛法是一套 绝妙超俗 究竟而圆满的真理 虽然呢 我尽量用最浅的文字 和最简要的语言来表达 你看佛陀都这样慈悲 善用他的智慧 把一些宇宙的真理 内化而简单的告诉众生 他不弄一些很艰深的词汇 但有人喜欢 这样才表示他有小问 然后讲一些人家听不懂的 表示他的佛学素养很好 所以其实都在佛学词典里面 做不到那有什么用 只是会讲话的佛学词典而已 但一般智慧差的人 仍然很难了解其中的奥秘 我们需要与他们的语言 和思考方式来叙述 这个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 你跟小孩子沟通 要站在他人的高度 那跟有人的思想层次 在某些水平 你就必须用他能够接受的水平来讲 这不是说水准低水准高 而是他没有接触过佛教 但是有的人他可以善根 或是对宗教的尊重 那有的人呢 他是为反对而反对 为批评而批评 他什么都可以批评 他什么都可以反对 那像基督教的 你拜过东西他不吃啊 他就绝对不吃 除了你说这个没有拜过 慢慢就打忘语了 他们说拜过的是偶像 拜偶像的我们不吃 那他们拜耶稣是不是偶像啊 也是啊 还那么大一尊 这个我们都在宗教上 曾经做一些互相疾变 还有就说不信上帝要堕地狱 那我就说他这辈子从来没有 住的地方从来没有碰过人家去布道 那他就没有机会听到你的福音 你就审判他下地狱 这未免违背了基督教的 信 忘 爱 no 爱啊 没有爱啊 这难道也是基督的本来吗 他们就嘴巴逼起来 没办法讲 好 上帝是万人的 那既然是万人 上帝会不会创造一颗 他搬不动的石头 他万人了 但是石头有一颗搬不动 矛盾 所以这个逻辑辩论 必须因忠欲 因民学是所有印度还有这些学逻辑辩论的都要 因民学 还有医方学 还有内民学 那因民学就是辩论逻辑辩论 因那就要有个原因 那中呢 就是你要达到谁样的结果 欲呢 就是你要举例 或是说明 那这有逻辑 看你是要 用反变过去 还是顺着这个逻辑下来的 顺着这个逻辑下来 就是这样这样这样 那反变回去就是反推回去 所以要很清楚 那密教呢 他们有那个经变 就是在变来变去 也是一个方式 只是他们在借律上 有很多的被批评 第九十二月第五号 尽量用浅显的文字和简要的话语来表达 虽然它很简单 但是还是有它的这个轨迹 还有英明的这个条件 但一般智慧差的就很难理解其中的奥秘 所以我需要以他们的语言和思想方式来叙述 才能适合他们 他们就像小孩子喜欢听故事 所以小朋友这么吵 好 大家不要吵 我们来讲故事 就静下来了 所以我采用讲故事 语言避语的方式来说法 使他们在轻松愉快中 体会到佛法的精神和纲理 那佛陀非常善于利用避语和语言故事 来增进教学的效果 比如他说 从前有一个人生下来就瞎了眼 他不相信世界上有光线 有颜色 有明暗 这是不可能嘛 他们从来没有接触 所以他不会相信 就像众生他没有接触佛法 他不相信有觉悟这件事情 他不相信可以脱离轮回这个事情 那许多朋友有想辩论 众生很爱辩 对就对啊 错就错 其实他讲错了 他没有办法接受你的观念 你再讲也没意义 所以佛法当中 佛教当中有一个方式叫莫病 不用跟他讲 因为他听不懂 佛陀也说 佛度有缘人 有缘再度 没缘不是不要管他 而是等他有缘的时候再来度 不然你讲到天黑了 讲三天三夜 他也听不进去 他就是为反驳而缘 所以有的人说 是我去跟他辩的辩书 是平宁 平宁在哪里 卖茶叶的平宁 因为人家嘴巴一张开 他为什么要反驳你 他为什么要跟你辩 有时候 不是他懂佛教 也不是他懂什么 他就瞧不起你嘛 所以你讲什么 他都不会接受 有时候你跟他讲什么 他也不是因为他有善根 而是他接受你这个人 接受你这个朋友 所以有时候这个里面有很多 不可思议的因缘条件 那这边举了这个是瞎子 所以大家都很热心 要用辩论来改变 所以有没有用 我们不要看后面 我们只说 那你这样跟他讲 有没有 他就瞎子 你要讲到什么时候呢 但他仍然固执地说 你们所见的颜色 一定是错的 知道吗 你们都是错的 因为假如有颜色 我一定可以摸得出来 可以 如果你是那个 刃眼睛里面讲 六根互用 那他摸得出来 但没有透过修行 没办法 刃眼睛六根互用 就是眼耳鼻舌生意 他的手指头可以看 他的牙齿可以呼吸 什么都可以 这个不可示意境界 再说每一件东西都有重量 你们所说颜色 我敢不觉得不出他的重量 所以你这个明眼的听他这么讲 是不是很扯 所以他就跟你讲这些 你会叹气的答案 好 93月 后来他的家人 牵着高明的医生 来医治他的眼睛 那医生配了好几种适当的药给他吃 并且告诉他正确的生活方式和禁忌 他照着医生的指示去做 果然 黄天不护苦心人 他的虾终于看到 逐渐恢复了健康的势力 他才明白颜色是怎么回事 所以要不要去跟人家辩 他就不懂 或是他不接受 你可以 必要的时候讲一下 有一个师姐也是 他现在不信佛 他说信佛 你这找人的事情 就是说很不屑 然后你们反正也很无聊 就去吧 去念佛 至少不要在我旁边念 随便念 那他后来就这样的观念 那他时不时 他太太就放一本书 比如说漫画的 就是有什么 或是比较浅的放在 他现在家里嘛 电视看看也没什么好看 吵架的吵架 无聊的无聊 他就把那个书拿来 发现哎哟 这讲得很有道理啊 这个火宅啊 哎呀我真是在火宅里面啊 哎呀穷子 我真是穷得要死 哎呀 药材 哇这个不错不错 哦哦哦哦哦 结果呢 他那本书看完 哎你还有没有书啊 拿几本回来给我看 所以不用变 让他自己看一看 他眼睛 瞎的眼睛就张开了 好 93月第二段 佛陀说他自己好比那位苦口婆心的良衣 看不见颜色的病 好比众生的贪 称 痴 痴 慢疑啊 所以是贪爱 称恨 无知 还有我知 所以有人说跟他沟通不良 因为他认为他自己的观念 众生就是我知 法知呢是自己有点修行的 以为自己很了不得了 所以很难解脱 所以你去除了我知之后 对法知也要放下 这样才能够成就 那灵药好比佛陀所说的正确修行的方法 不要的禁忌 就是佛陀所说的戒律 所以戒律我们不去特别强调 他不要杀道淫忘酒 而是呢 不对的事情就千万不要做 也别想啦 这样就省事了 对的事情尽量去做 第三段 佛陀也曾经把自己比喻为农夫 他说众生都是我的田地 信心就是我的种子 善心就是我的露水 智慧就是我的阳光 细心照料就是你 坚醒不幸就是我选的牛 真诚是细牛的神 真理是我把握的柄 烦恼和无知是我要拔的杂草 不生不灭的永恒的乐境 是我耕耘首获的果实 因为曾经有外道 就讽刺佛陀 哎呀你们这些出家人 蜜虫 社会的寄生虫 哦 马甘虫 活就这样比喻他 我也在耕种啊 你看 众生是我的田地 信心是我的种子 善心就是我的露水 他就这样 所以我哪有不是耕耘啊 我有哪有怎样 这个寄生在社会上没有 所以在社会上有什么话都有耶 那因为你们学佛嘛 归一三宝啦 或是有授戒 对三宝攻进 那那些没学佛的 你就不知道他们讲些什么话的耶 夺着了 他的动作不停 那天不然你就会血压上升 然后呕音呕音 很麻烦 因为 这不知因果 不知造口业的这个众生 啊你讲他 反而你真会对骂 就刚刚讲 莫病 没有理他 好 农夫啦 再来当园丁哦 九十三月 倒数第三了 他一会儿 把自己比喻为园丁 一会儿 又把自己比喻大云 他怎么比喻 怎么说的条条有理 看啊 你们会有讲他比较多 这个在 《还原经》 他也说他像太阳 遍照高山 然后在大树 大树下面的小树 小树下面的杂草 他连杂草也避孕了 所以大家都有机会 除非你躲在地底下 躲在地底下 他还是照得到 你还是会发芽 发芽 你的善根还是会发芽 所以这个最后一行就有讲到 单单在《华言经》 和《涅槃经》 就有千种以上的碧玉 这些碧玉呢 大多是非常的精彩 所以他这边有 要从《博经》里面 翻译一段 来跟大家分享 这个《博经》是要讲兄弟 讲朋友 这部经 所以 佛陀也不是在讲经 说哎呀要修行 当然这是很重要 但是你的周遭 你的冤亲寨主 你的亲眷 其实都是你的冤亲寨主 都把你当提款机 巴不得把你炸光 扒光 那也要说 哎没关系 曾经有一个说 我还好碰到师父 不然我就像街上的阿尚一样 手里牵一个 后面背一个 劈头晒滑的 为三餐拼搏 终于可以听闻佛法 可以修行 但是这个是 他知道好 他不知道好 也许认为这样才是幸福啊 好 94月第二行 有四种朋友 你们不可不知 第一个朋友像花 第二朋友像秤子 第三种朋友像山 第四种朋友像地 当别人户贵时 就和他做朋友 别人贫贱时 就舍弃他 那宛如新鲜的花 就用来插头 那枯萎的花就扔掉 这个就像花的朋友 他先举例 朋友有四种花 秤子 还有山 第一个呢 花就这样 好看的花就差 就是谁得势了 他赶快靠过去 我也跟那个秃头 一样秃头 那如果他已经没落了 好像不曾见过这个人 好像也不记得这个人 来 第二段 对权位鼻子高的 就阿仪八截 对权位比较低的 就勤满人 就好像秤子 秤来秤去的 所以 重一点东西 他就翘起来 秤到轻的 他就秤下来 就这样秤子 就一样嘛 其实 人都是会秤你的金粮 你去哪里 这样子啊 他讲话都从鼻子出来的 然后用下巴看着你的 那你如果有什么什么 哦 是是是 请请 对对对 来 茶 上茶 上好茶 知道这个故事吗 坐 请坐 请上坐 我都不用人家 请就跑到这边坐了 好 自己贫穷时 虽然不积极的帮朋友 但当自己富贵时 就与人同欢 宛如鸟兽 聚集在好的山上 羽毛都变光泽 这个叫朋友山 就是给当靠山 吃不倒的 下一段呢 他就说 不管自己是贫 还是富 对每一个朋友都非常宽厚 不但分享别人的喜业 也关怀别人的疾苦 这个朋友宛如大地 出来的白骨财宝 任重使用 而不求恩宝 所以他向地 大地 跟踪 所以你看这个经典 不是说都是很困难 很复杂 没有 这个都是很轻松的 好 94页 最后一行 有时候佛罗讲完一段 较长的道理和避疫后 会以施迹的方式 把它重新扼要的提示重点 那就前面就散文题了 后面就有施体的 施迹题 以便众生 听起 记忆 华言经也是 都有 言诀经也有 言诀经中 有许多章 使用这样的方式来讲述 那有时候佛罗在讲完某个 语言或故事后 佛罗会变在说一个简单 精辟的句子 于是众生体会到故事的精神所在 或是加深他们的印象 比如说 舍弃自私 心静 才能宁静 才能产生真正的和平 仁慈和智慧 通常有时候是五个字一句 大家比较有印象 这个很短的 大概就知道一个意思 第五行 思想不清晰 意志力薄弱 懈怠不上进的人 是无法解脱烦恼 他连烦恼都来得解脱 这是必然的 如果你对于修行 对于正面的事情有积极 那怎么是有烦恼 不会有烦恼 我们举过这样的 比如来到一个房间 当你开灯的时候 就光明乍现 黑暗就消失 你不用敢 不是说我开了灯 展现了光明 把那万恶的黑暗赶走 不用 你一开灯 黑暗就自己不见了 烦恼也是这样 当你积极的面对 智慧 解脱 烦恼就消中无中了 什么叫小人 你碰到的都是贵人 小人就是要来告诉你 这是你这辈子的功课 你在看这个电影 什么金马奖 金什么奖 那些演坏人也是有什么奖项的 因为他也要发心去演 演得让你恨得要死 演得到外面就要给他丢瓶子 丢鸡蛋的 还有人扑过去还揍他一顿踹他一脚 太坏了 他要演得这么像 所以不容易 叫你演都还演不来 所以你都没得奖 所以 与其去抱怨那些人 不如把自己强化 立于不败之地 知道吗 所以我就把出家人改良 不是寄生虫 不是看人家脸色吃饭 所以那些话都没有 而我们不是以学历真真自喜 或是以人力 觉得自己也很了不起 就是把那些人的嘴巴这样 给我闭嘴 对呀 那你就站得很直 做得很挺 这个是针对那些 喜欢造口业的 或是不明是非的人 好 我们来看95页 倒数第六 与人相处 不要有丝毫的称恨贪恋 生活才会快乐 真的 不要去笑想别人的东西 笑想人家的财富 你今天几口冷饭吃 我们很自在 很发喜 那别人对我们怎样 是他自己造业 他不把这个精神体力 用再去助人 或是增长自己的工作能力 或是解脱自己生死 要来针对我们 他自己隔掉放低嘛 所以老人家有一句话说 你跟他一样计较 你就跟那种人一样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只能把自己拉下来 我们是要生死解脱的 我们是要以佛同在的 这样说对不对 对不对 对不对 做任何事 其实不单单修行 做任何事 你都要有点坚持 要这样做就是这样做 排除万难 你就随便 有也好没有 最糟糕的时候 我没破了 夫妻本事同龄鸟 然后呢 来时怎样 所以怎么可能死在一起 谁跟你死在一起啊 死在一起 但是那个夜市还有那个分离 各奔前程 可能中阴生那几天在一起 其他就跑了 不知道跑去哪里 随着夜历 行善的到天上 造恶的到三恶道 所以哪说会在一起 我杀了他 然后他自己烧炭自杀 有这种的 或是怎样怎样 那个都是自己想一套 生死哪这么简单 所以你要在一起 就在一起 我告诉你 两个人死绑在一起 那个神是一分飞 也是各自走的 绑在一起是躯体啊 那神是就是灵魂啊 就各自走各自的 没力去问 你叫那个 离开世间的 我当时就跟你说 哪有谁在一起 做梦 哎呀 众生总是梦不行 九十五月 现在讲失眠 真的 失眠的人常会感觉到 怎样 夜晚特别长久 疲乏的人 常会感觉到路途特别遥远 对遗迟的人来说 生死轮回的是一条 比两者更艰辛苦 难挨上万亿倍的漫长的路程 没错 没错 所以前面的短的 长的 不记得没关系 这个有看清楚就知道 生死轮回 这一句就好了 是一条 比 失眠 比疲劳 更辛苦 难来上万亿倍的 所以我们对众生听不听 做不做 祝福 尊重 有罗祝你去 有比较好的 那就祝福 真的 不要说我们没讲 我从年轻讲到现在 每天都在讲这些 眼睛张开就讲 讲到睡觉 等众生怎样 不要患得患失 不要斤斤计较 自身的名利 因为肉体终归会消失 林志玲 身材也走样 还有谁 那个什么也变调 世事只不过水上的扶贫 没有失意的奉献 和服务大众 才是最高尚的 最后一行 服务社会可以使人相互敬爱 常怀慈悲心 救济 贫困 而不吝啬的人 必得到好的果报 当然量力 你不要说 哎呀 这很好 那我就去 结果你是 还要被人家救济 也是很麻烦 不是吗 九十六页 第二行 下面我再举几个简短的 简短的碧玉 供诸君欣赏 这个碧玉也是佛陀经口所说 二口是最犀利的贱 贪欲是最剧烈的毒 你们吃多少了 所以大家赶快去戒毒 称恨是最可怕的热病 丢刷牢 烦恼是最雄猛的火焰 烧到睡不着 很多人睡不着说 没有啊 没烦恼就是 睡不着很烦恼 无知是最漫长的黑夜 邪念是最阴险的盗贼 人时是最珍贵的宝藏 智慧是最光亮的明灯 不生不灭是最安全的助手 在这儿 我们需要对不生不灭解释一下 宇宙间除了灵性是不生不灭 真理啊 永远存在 其他都是怎样 有生有灭 时间而且都很快 你还来不及 搞清楚什么是生就已经说再见了 思想地球经过五十亿年后 仍保住 保不住而会变坏 大地上的人 事物也有永生的道理 很难啊 那个宗教上跟你讲永生 是因为他的时间比起我们人类比较长 就这样而已 他就误会了他们是永生 那是错觉了 有生的事物就必然会灭 这是亘古不变的定律 永生只不过是文学家一个空有其名的形容词而已 是他的妄想 是他们的妄想 唯有不生不灭的东西 才是永恒存在的 所以佛陀叫人去除私欲 烦恼和无知 以使这不生不灭的灵性 言绝的心智展现出来 大言尽智 我们都被烦恼遮障 贪嗔痴慢瘾 这个是96月这一些了 遮障 那遮障的人词的智慧就没机会出来啊 你把那些尘埃去除了 后面人词跟智慧就显现出来 好 97月第五行下面 达到这个境界不再受生老病死的痛苦 因为他没有任何烦恼和痛苦 所以佛经常称为涅槃 就是洗止一切苦恼的意思 那再来是13节 就是佛陀的那个教学 有其他的方式 再来已经介绍到第13 其他的技巧 一 让学生了解实际状况和问题的核心 人最怕是不认识自己 你连自己都不认识 别人要帮你 也很难 因为比如说 从这边进去就是你家 你明明不进去你家 过门不入 那谁帮你进去 那谁帮你进去 就这样没法度了 例如 佛陀在《涅槃经》第十二卷中 告诉弟子 人生有生苦 老苦 病苦 死苦 爱别利苦 厌真为苦 求不得苦 失荣乐苦等真相 这个八苦嘛 而这些苦就是由贪 对顺境起贪爱心 称对逆境起应恶心 好的永远是你的 那你也分一点给人家嘛 对不对 然后逆境呢 他很讨厌 其实逆境 为什么会有逆境 为了顺境 就是你的福报因言 人家投资都赚 碰到你都输 他们那个投资的人 互相在 互相开玩笑 只要他买哪一支 你就赶快卖哪一支 那个很衰 赶快 你就赶快卖那一支 就不会跟他那么惨 这就是福报因言 你说那个什么 什么趋向啦 什么景气 很难讲 供业中有别业 供业的就是 大家景气不好 人家他偏偏赚钱 就是他别业 那么供业中 大家都是赚钱 他买头能赔钱 或者做生意 他会赔 这个就是他的别业 没有福报 没有福报的人 就是不修福 不布施 等等等啊 很多 好 这边讲 贪 称 再来是吃 对 不顺 不逆 敬 暗昧 无知 暗昧 无知 就是有因 有缘 为什么人会顺 为什么会有逆 是他的因缘 不用抱怨 顺的时候 我们站在高峰 就分享 逆境的时候 赶快 来补充自己的能力 而不是抱怨 以及抱怨也要时间啊 也要体力啊 也要口水啊 那个时候赶快怎样 充实自己 好 这三个原因所起的 这边是讲 这个 了解 情况和问题的核心 人 刚刚讲 最糟糕就是不认识自己嘛 还有呢 发生了什么问题 不知道怎么解决 那佛陀的智慧就是 让我们认识自己 他一再强调就是认识自己 还有了解问题的所在 还有怎么解决问题 你们这个当行政院长 当得这么烂 你们当立法院员 当得这么差 你们当警察的 怎么办 只有批评 但是没有建设啊 那你来当会好吗 你怎么做 所以回归到 要怎么做比较好 而不是抱怨跟批评 怎样做会比较好 这样比较有积极 也比较健康 98月 第二节 提示解决问题的态度 方法 重点 并鼓励学生自行解决 对不对 你肚子饿了 谁帮你吃 还不是你自己要吃 别人帮你吃的饱吗 撑死对方而已 所以 自己吃饭 自己饱 个人修行 个人聊 没有人跟你代替的 那你就不吃 那当然 就放在那边 菜放在那边 例如 佛罗在八正道中 告诉弟子 八正道可以断除 人生的种种烦恼和痛苦 在菩萨地词经中 第一卷 佛罗告诉弟子 要努力地 学习七种法门 从下面的经文 我们可以了解佛陀善与将方法的重点提示 然后鼓励他们身体力行 把听悟的真理应用在生活上 实际上 所以 佛法不离世间法 不是佛法 送经啊 慈咒 拜佛好前程 说完这样 就噼里啪啦 又是造口业 或是乱七八糟的事情 做一大堆 这样没有意义 佛经是佛陀讲给我们的 他哪需要 你再练给他听啊 对不对 国语又不标准 肉字又一大堆 然后又打个妄想 三寇七寇 就得听到阿弥陀佛 所以啊 你知道佛不赛有多忍恋 不过无奈 然后一天 吐那些苦水 叫你就明明一条路可以修 你就讲东讲西讲八讲九 就是不讲实 实在的实 刚刚讲实 还有权 就往实在路 那就像有人问嘛 阿师父不在 我们有事情要请问 跟佛菩萨讲 跟佛菩萨讲 平常就可以养成这种习惯 跟他讲 他都不会跟你顶嘴 他不会跟你漏气 师父有时候 还会跟你拴几句 但是因为你在叙述的当中 自己也可以整理一些头绪 还有方法 是这样子 但因为师父会讲话 所以有时候会比较 刺一刺你们那个比较皮厚的地方 实在是看不下去 好 怕那个地方节俭 刺一刺 我们来看九十八页 第七行 佛陀常为弟子们讲述 慈悲众生的药林 精髓而富有代表性的知识结构 生动而且意义神也的故事 所以我们去监狱做关怀 也是讲故事 放影片 短短的影片 讲一些故事 因为每一个人的解读不一样 有时候会打动他的心 有时触动他的良心 现在人 你要叫他提起他的良心 很难 不要说对别人 对自己也没良心 所以常常说要爱自己 你不爱自己叫别人爱你 不可能 弟子们依照佛陀所说的原则 努力去修行 便可以实验实在的真理 所以佛陀所说的话语和真理 从不相违背 比如刚讲这个受戒 以前都是七天六天 现在有三天有四天 是因为享受戒 但是他假日有限 所以他必须 你如果四天的话再请个两天 他就可以受那个戒 受戒主要是你能够持戒 你不持戒 你就受一百遍有什么意义 一遍四天 一百遍几天 四百天几年 那有的住在深山里 不懂佛法 不懂修行 也是关在深山而已 哪里 那你要回到 菩萨第十经里面去看 因为他这边特别指的是 菩萨第十经的第一卷 讲七种 你必须把菩萨第十经 找出来 第一卷 那就有 这个就是你的功课 下一次报告 不晓得 有啦 网路就有 网路就有 去Google 或是楼下三楼 三楼就有 三楼有大藏经 他有那个墓赤 你查菩萨的菩提化 然后就去找 工具书 就有了 你找第一卷 记得下一次上课几号 来 梁瑞华报告 七种学习的法门 学习七种法门 不然你就在关这边七天 对啊 你在开水龙头 水龙头你也要找到 那个水龙头在哪边 这里不是刚刚讲那个 活佛吗 讲了很多方法 还要你要去做 还要讲那个药草玉 对不对 爸爸 离开家里 就是怕你们怎样 等现成的 那药就在那边 药柜里面自己去拿 楼下好几套 有大藏经 有乾隆的 早期的藏经呢 很多种版本 那乾隆皇帝呢 叫因为皇帝嘛 叫龙藏 但后来因为日本 把它重新排版 叫大正藏 大正宁间 大正宁 变成学术界的统一版本 所以那个 有人来问问题 那你看大正藏 第几册 就统一版本 在学术上 不能是什么龙藏 什么瓶茄藏 什么什么藏 那个版本 测速不一样 所以就好像杜亮和 工军 功课 公里 大家都变成 这个统一版本 记得啊 你不要那天请假 好去你家给你抓出来 几号啊 好收金不用钱 不要吓到 第七行 佛陀常为弟子讲述 慈悲众生的要领 精粹而富有代表性的知识结构 生动而抑郁生眼的故事 佛陀 弟子们依照佛陀所说的原则 努力去修行 便可以实验 验证 实在的道理 因为佛陀佛陀所说的话 和真的从来不相违背 他不是自相矛盾的 而且他说的啊 都众生做得到 只有你不做而已 那在经典里面说 那在经典里面说佛陀所说的法就像指甲抠上地上的那些泥土在这边 他所说的法 讲经说法 四十九年 三藏十二谷 他所说的就所有大地的土 他就这样抠着一点点 还有他都没说的话 你看众生的程度跟努力 就这样 他就这样子四十九年讲这一点点 还有很多 可以进阶 所以有些是台面上 你能够接受他 有些呢 不是台面上 就你有到那个城市 你自然而然 你就跟佛菩萨相应 因为他讲很多 你做不到 没意义 他现在讲的 我们在大章经上看 你都做得到的 是要与不要而已 在那个碧玉经里面也有说 有一只牛跟他的主人 当然就故事 我好渴 你叫耕种啊 还有这样坐了 整天下来 我好累好渴 他的主人就带他去喝水 然后到河边啊 那牛还站在那边不喝水 你们说很累 很渴 为什么不喝水 水这么多 我怎么喝得完 众生 这么多的经验这么多 我怎么看得完 你就喝你要喝的 你喝了不渴就好了 对不对 但是呢 有很多 有人说 这么多我怎么喝得完 这么多我怎么看得完 这么多我们修得完 永远是吗 有理由 好来 98月倒数第三行 虽然读诵了洗洗多多的好道理 不实行 有什么益处 再讲也是 还不如记忆去加盐 所以那个地下室 以前你们现在第三届的时候是在地下室 第一间教室 他那个桌上有一个字画 把一个死字放在这里 死哦 活的死吧 那你就会怎样 警惕 他是警惕的 就好像一个字贴在这里 你要面对他 你还有多少时间 所以倒数第二行就说 便请你修正 能得一切实际的利益 那众生就是以为 跟那个字离我们很远 那个字跟我们没关系 红衣大师也是 他说 看看他能死 很快就轮到我自己 只有多闻 最后一行 而不实际去做 是无法成就最高智慧的 多闻而不努力修行 好比一个人专为 别人摆设的三层海味 自己在旁边饿 刚讲的 他河边了 可以喝个痛快 但是因为太多了 太多了 然后就干脆不要喝 那就渴死自己了 这好像三层海味 你吃一点吧 他也不吃 他一天到晚 数别人的财宝 而自己身上半毛钱都没有 他好比身在 富丽堂皇的王宫 而却受了激动的折磨 他向耳聋的人演奏 因为耳聋还可以演奏 贝多芬不是吗 他从大家弹奏的当中 他可以了解他那个旋律 他还可以作曲 虽然他不至于像六根富用 但是音乐他太熟了 弹这里是什么音 弹那里是什么音 然后怎样变成一个旋律 他们几乎就不用听到真正的声音 他自己的内心都已经有一个曲调 好 九十九月第三 他向耳聋的人演奏音乐 一跃别人 而自己却听不到美妙的旋律 当然这个是 有些人是这样 音乐的一个演奏者而已 但一个作曲的 像贝多芬 他都有办法 贝多芬还有谁 这些音乐家 他们就说 他们都两岁三岁四岁 就坐在那个钢琴前面去弹奏的 他们就决定 他们以后要当音乐家 第四行 背诵千言 不明大义 不如只记住一两个简单异形的原则 就动手实际去做 容易收效 所以那个自由行人就背了 背包就走了 当然要规划有规划的方式 下一段 书读了再多 假如对琴瑟仍然执迷不悟 也不如解少许精益 就身体力行 更使人亦心旷神矣 这个什么 理由书读一大堆 结果都没有去玩 然后去逛街 都温度shopping 看看 没有买半样回去 就这样 下一段 活了一百岁 不吝啬不思 贪取财物 不如主活了一天 长行善道 私财济世 活了一百岁 怠惰懒散 不如只活一天 断念心智利己利人 所以说 哎呦你那么多岁 你八十岁 那我多少岁 我四十岁 才你一半 抱歉 你活到四十一岁 人家活到一百二十岁 那怎么算 听懂吗 不在那个长短 而是在这个异议 活了有没有异议 所以身份证就身份证 管他几岁 你做了有益 每一天都有 很有益 第三节 帮助学生 拟定具体的目标 和适当的报复水准 以激发他们的信心 和成就欲 这边讲目标 那刚刚讲这个 九十八月 讲提示解决问题的态度 方法和重点 像我们对学生也是都尊重 管你讲一个很瞎的理由 我们也是这样知道了 那又怎样 他愿意跟不愿意就怎样 他还要编个理由 那你就 第三呢 帮助学生拟定具体的目标 和适当的报复水准 以激发他们的信心 和成就欲 例如 佛陀告诫弟子 灭地 身住亦灭 尘住坏空 或是苦疾灭道 这个灭 苦疾灭道 就是刚刚讲那个 声闻言诀 九十月第一行 回到九十月 八十九月最后一行 八十九月最后一行下面 对于秉赋和习信 适合于听到制度 自己度自己的例子 便告诉他解脱烦恼而正果的四种道理 叫苦即灭道 正阿罗汉 知道这个事件是苦的 轮回是苦的 苦是怎么来的啊 集合来 烦恼的集合 那如何去除这些烦恼 如何灭 那就只有修道 所以修行是解脱的唯一的路 没有第二条路 你哭死哭活 就只有这条路 还是要走这条路 只有修行的路 没有别的路 所以这边讲的呢 这个道 灭就是讲 如何灭除你的烦恼跟痛苦 只有修行 回到九十九月 倒数第二行 九十九月倒数第二行 例如佛陀告诉弟子 灭地 苦即灭道 地就是真理 所以这四种真理 灭除烦恼以后的灭盘境界 便是属于这种教学的技巧 所以还是要自己去面对跟承担 错误的产生 不是互相指责 而是避免下一次的错误 对不对 那你一直在怪这个怪那个 会变成对的吗 已经无法挽回 所以下一次能够怎样做会比较对 所以人生呢 是看你把时间放在哪里 自己去选择跟面对 好 一百月 第四节 建立一个和谐愉快的情境 以培养学生良好的训续 与学习习惯 使学生有健康的身心和完整能格 我们尽量是营造这样的上课 但是因为上课的论址很大 很松 所以众生就纵容自己的懈怠 继续在家里爬枕头山 好 第三行 例如佛陀所唱的各种不同的戒律 和僧团制度 便是这样的目的设立的 刚刚讲那个在家戒 在家戒一年到头也是很多地方在传 那以前我们也是说 哎呀学佛学佛要去受戒就受嘛 主要就是持戒 持戒比较重要 还有那个精神 刚刚讲对的事情尽量去做 不对的事情千万不要做 不管前面有多少好处 多少诱导 就say no 这样就很好处理了 你都碰到不对的时候都ok ok 那你要缓几辈子 那是他算以后的 那你当下拒绝 很轻松 因为人要往生的时候 你这辈子的对错是非就在你眼前引过 那你说啊早知道那时候就不要 早知道那时候就 就拒绝 早知道就没机会啊 所以你趁你现在还清醒的时候 不然你昏迷的时候很麻烦 很清醒的时候 现在有谁不清醒 这边还有一杯咖啡 再不清醒 请班长把他拿出去外面倒立一下 那班长提不动 我们要找男生 请请 好 第五个言行一致 好 以身作者表示良好的风范和行为 做学生的榜样 所以昨天有一个新闻呢 爸爸捡到一个手机就放自己口袋 所以就被批评 通常啦 可能那个手机也不错 刚手机出来的时候人家买一支还不错了 就坐了车就不见了 放口袋就不见了 那那个司机先生就说 你那个绝对找不回来 就算了 那你就当作没有这件事情不就好了吗 你就不一直懊恼 早知道不要放到口袋 就放这包包就好了 早知道就不要带出来 人家也是拿去用啊 所以钱掉了人家也拿去用啊 不可能丢点 这样就好嘛 还有什么烦恼 哎呀 是啊 那时候就应该通知你 帮忙找一下 好 不过真的有去报啦 但就是找不到 没捡到 没有捡到 他就 人家就已经捡走了嘛 好 我们看100页 第五号 比如 闲鱼经 十二卷 和 杂宝藏经 第五卷记载 佛陀为了让弟子了解 布施时 不应参与 杂恩爱心 因此 拒绝他 以母亲手之的 贵重的金色谈 而请他转送给所有的弟子 可是呢 大致都认 第八卷记载 活头却恭敬地接受一个穷老太太成心布施的粗略的食物 因为贫穷布施是最困难 就是他已经穷得要死 穷得没得吃没得用 他也要去布施 这个就赞叹 所以在我们出家人的戒律是不能拒绝众生的供养 不管他拿什么 拿一个什么东西 我们都接受了 那我们用不了那么多就去分享 所以那天有人寄那个释迦来 然后怎么吃啊 这么大一坑 就有一个局势来 我这辈子没看这么大的释迦 昨天我们就弄来吃了 好吃好吃 就是分享 反正就用不了了就分享 好 那这里提到了这个故事 他姨母嘛 哎呀我们这个孙哦 所以他就很恭敬 那也有因为说 佛陀是王子出家 去弄一个金波要供养他 他也不要 他说我已经有了 所以我们出家人早期是要去脱波嘛 脱波就是要有一个波 那只能一个波 你不能两个波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收藏 没有不行 只能一个 其他的都要舍出去 然后这个穷老太太 她布施粗略的食物 这边讲的其实是草生的啦 那个老太太很穷 穷到就剩下 一点点还不到一碗 也不到半碗 就一点点臭掉的东西去供养佛陀 因为他跟佛陀说 大家都在供养 我没有东西供养 我只剩下这一点点 又少又臭的东西 我都说没关系 供养给我 把你的贫穷供养给我 以后你就富贵了嘛 但以后你不要拿那个臭酸来给我 我胃肠不好 对真的 剃趴的身体 不够沙烈的烙瘦 有一次我就肠胃炎 我从小胃肠也不好 大家同学去上课 我还在那边胃痛的要命 后来出家就好了 那有一次几年前 六年前吧 也一次就肠胃炎 四天就瘦四公斤 说诶 食物你是哪里 怎么变成小一号出来 那个就 所以我们处理肠胃炎的东西 很有情愿 但是在日常生活是这样的 坏掉的东西真的就不要吃 是佛陀有当个办法 是啊 但是你有时候平常碰到这种症状的时候 你刚好手头上没有药 你只能喝水 补充盐巴 就电解质 就好像你肠胃炎去医院 那个打那个点滴一样的意思 要多量的水 把它冲洗冲洗 休息 休息是为了走更远路 我们肠胃也是让它没有很多的休息 所以晚上就吃少一点 但食物是这样的 少量多餐 也不要多吃一餐 休息 除非你真的不饿 那还是要补充 不然肠胃受不了 那减食有减食的方法 断食有断食的方法 早期那个甘地 也是他为了抗议英国的统治 他用断食法 但是他有喝水 人没有喝水 很快就挂了 没吃 那还好 但一定要喝水 还有保持电解质 所以身上都要带一点东西 什么都没有带 你只要带盐巴 登山 登山要带盐巴 流汗电解质消耗太多 你吃点水 吃一点点盐巴 就有点电解质 所以那个老人家拉肚子 早期就吃粥 粥有好多 很多好处 容易消化 还有促进这个循环 好 一百月到俗第五行 禁放丸 他们这些国家也很好玩 禁放丸 这个释迦摩尼佛的父亲 叫禁放丸 竟是有饭可以吃的 《波涅槃经》和《尊医阿含经》 第五十卷中记载 佛罗为了使众生了解父母养育 父母申焉 亲自担父王的官 而后又亲手捧着香炉 在双队前面行走 这表示他笑嘛 一直出家久足升天 所以他也是表现 他对父母的感恩 那我像我 我爸爸往生我还没有出家 我妈妈往生我已经出家 我还是有回去 然后那个那个 师姨啊 这个 反正那个 什么 公祭的那个师姨 师父你不用啊 你不用跪 你不用拜 不用 那我是 刚刚讲的 近一点 这个感恩之意 他说三宝 三宝不用跪 一般的 所以他还有点现实 对 不用 但是有在那个场合一下 所以呢 报父母恩啊 是这样 让父母生死解脱 而不是说 我买一栋豪宅给你 不是呢 我带你去日本玩 我带你去哪里玩 我买什么东西好吃的给你 不是 让他一个生死解脱 所以我们是学佛 从小学佛 吃素 父母亲都是非常的 配合 所以这也是 累世以来福报 都没有去障碍人家 自然我们要学佛 要修行 没人障碍 一路顺风 第六 多提供有系统的知识 和各方面的事实 让学生能从许多不同的角度 去了解问题 并加深他的思想结构和观念 所以刚刚有跟大家强调了 要怎样做比较好 对不对 你活动办完了 选举完了 要怎么面对 要怎么面对 失 失就是以后不要再挫败 得是怎样才能够成功 是这样我们去强调 而不是责备责备 拍桌子 泼水 丢东西 这个都是情绪 那要怎样做 要检讨 然后具体化 一百月最后一行 比如佛陀在妙法莲花经中 举了许多不同的实例 你看从经典当中 都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说明 大圣菩萨道的好处 所以爱迪生花明电灯 失败一万多次 大家都是赞叹 要是我一败就烦了 一败就累了 你还这么多次 一千多次还是一万多次 爱迪生哪有 我哪有失败 这是一万多次的经验 大家有灯可以 我是一千多次的经验 大家终于重见光明 你看 所以你把失败 内化成成功的养分 哪有失败 从来没有失败过 都是一个经验的累积 OK 好 101 第七节 对学生的问题感兴趣 并且多鼓励学生良好的行为和态度 多勉励他们从事自我教育和自我评价等创造活动 所以沟通的第一个就是倾听 你要听对方讲什么 敏南话就讲了 你女儿死不被女儿感冒更严重 听懂吗 所以才能这样 把女儿都死不掉 所以你的问题哪有严重 我家的小孩感冒严重 你没家的小孩都死光了不严重 知道吗 所以那种情境 你严重 我的比你更严重 你要紧 我比你更要紧 所以倾听就是说 你要感同身受 感觉到她的严重性 你才听得进去 那甚至于你也感觉到 但是你的意见她不想用 那也是白搭 好 第四行说 例如在佛军的开头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佛罗称赞发问的弟子 善哉善哉 而且有时反问地 对某件事情的看法和意见 所以你们看 你们有没有意见 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 课本上的问题 课本外的问题 诗人的问题 诗下耶朗 我诗赖在讲 就这样 你们不讲 不是我们不给时间 因为都没问题 程度太好了 好 妖兽好 好 所以佛陀都是赞叹跟肯定 第八 应用群体的力量 去激励学生互相切缩 琢磨 互相关怀 对 例如佛陀常鼓励弟子亲近 显慧的人 对呀 你们要问恋爱的事情 你要去谈过恋爱的人 你不要来问我 这我不懂 然后你们要去买东西 你去问 常常在买东西的 你要问料理去买 我不一定要当全人的 我这有什么不能 修行还可以 其他的就各有所专长 你要开车的去问开车的 买衣服的买衣服 买衣服的买衣服 擦花的擦花 爬山的爬山 各有专长 所以例如佛陀经常鼓励弟子亲近贤惠的人 维摩金 菩萨品上说 乐于亲近同学 但是要对的同学 比如说我听同学说 听学长说 都错误的讯息 或是我听网路 我看哪里的 不是专业的 那就不必 要对的 如果你真的没有把握 来这边印证一下 所以有人说 那个什么 巴拉不能拜佛 什么不能共佛 什么 根本就佛际上 没这个规定 不知道谁规定的 所以俄传 所以要印证一下 对你都人可以吃 为什么佛菩萨不能吃 那是一个恭敬的供养 法华经 五百寿祭品上说 饶意同修行者 磨合子冠 第四卷上说 切磋琢磨 童心斜心 如胜一船 互相敬重 甚至于在阿含经 也有这样记载 佛陀往生了 那佛陀要往生了 弟子赶快去问 还推阿难 赶快赶快 你去问佛陀 阿难是他的使者 你问佛陀说 佛陀走了 我们怎么办 佛陀说 以戒为师 就用借力来当你的老师 所以他就制定一些借力 这些借力不是他事先制定下来 是弟子有犯 然后才制定的 比如说过午不时 那本来早上也脱波 晚上下午也有人去脱波 那有一次呢 有一个人去脱波 然后刚好打雷 然后来开门是一个孕妇 那门一开 砰打雷 那那个来脱波 刚好脸黑黑的 他以为看到什么 吓得怎样 流产 所以佛陀说过午不时 过了中午之后 不要去脱波 是这样来的 那你去脱波 如果连续七家都脱波不到 就回来了 大家分你吃 就表示你的福报不够 第八家也不要 而且脱波不能这样 这一排都是有钱人 通通每天都是真的脱波 都有鸡腿 都有杀鸡 不行 要轮流 不能说 这边这些都是草生的 对吧 走路 不行 都要轮流 不要有分别性 所以都是 非常的 公平 超然 好 所以这边讲这个 切磋琢磨 同心旗帜 如胜一船 互相敬重 所以互相成就 互相供养 不管出家再家 我们都是互相成就 互相供养 出家人也是 发型跟服装不一样而已 没有差别多少 只要你好好修都一样 那你说 那我们就都不要出家 那你家的事跟我没有关系 所以不容易 出家要大福报大智慧 所以万中取一 所以有几个代表就好了 好 101页 最后一段 佛陀又特别启示佛陀 平等饶育一切众生的方法 因为 随顺众生就是随顺供养一切如来 所以 各位拿东西 来供养三宝 那我们用法供养大众 法法经说 诸供养中以法为罪 所以法的供养是很殊胜的 我们是用法来供养大众 那各位呢 依教奉行也是以法供养 好 休息一下 好 这个同学发心找到 跟大家 法布施 一个是任元经的 一个是心经的 一个是普门品的 一个是六四大明咒 百一神咒 严命十句观音经 大悲心陀螺经 大悲心就是大悲咒 第五个百一神咒 在佛教的经典里面 有提到 他类似伟经 所以比较不提倡持这个咒 因为他好像就凑一凑 苦离生什么什么什么 以前我们也是有在持这个咒 后来是因为在学术上有一些说法 因为这个咒经咒很多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斟酌 如果你真的是百一神咒 常常诵已经成为定课就定课了 至少他那个不是二的咒 二的咒就是你吃这个咒 那个人会抱病 那个人会死亡 那个就不好了 至少白一神咒 还是蓝离心心离蓝 是吧 那个烂 微烂会离开你 以前我们是背得很认真 你问他 从哪边出来 这七个 他google出来的 这个是某个人 他把这些金句 觉得说M不错 他把他凑一凑弄一出来的 他把他凑一凑弄一出来的 人本来就是要舍啦 不要把时间放在烦恼 吊一把伞一千块还好吧 这贵的伞一把多少 伞 撑伞 对吗你看看 好用啊 上次我们在第三季的时候 我不是拿一把伞给你看 你要去那个蒙贝尔那个登山社买 我那个是日币四千块 台币一千多 哇 超好用 蒙贝尔 怎样拼我没记得 就登山社的 对啊 要用用好的啊 很轻啊 都没有感觉 因为那个登山社的 不会 他不会 他不会翻 就是不会翻 翻了你就把它折断算 我们要看守用好的东西 法界好的东西 我从小就不用坏的东西 烂的东西 因为你一个三块钱五块钱 你三天两头你买 你哪那个美国时间 要不然用三百块的 然后可以用 只要你没有丢掉 东西是这样 你没有丢掉它 它可以用很久 我今年弄破三个杯子 其中一个就十几年了 他自己 他自己那个把手跟那个杯子自己断裂 我也没弄它 对不对 无偿嘛 所以他们就安慰我 弄三个吧 太离谱了 他说我们再有机会去拍 那就这样子 怎样不熟 这个都比较熟 比较冷门的啦 所以都要保留态度 我们就都送那些 比较自己熟悉的 比较有肯定的 其他的都有保留态度 那金奏那么多 你干嘛一直挑那些 人家跟我们打问号的 第五第六都比较属于 打问号的 那我从小用好东西是 我们家离那个什么 委托行很近 委托行知道吗 基隆的景品店嘛 这样子 因为我姐姐在那边上班 所以什么好东西 她都带回来什么东西 所以她的薪水就交换那些东西 回来用嘛 所以就用好东西 就这样 那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 我们也不是说 特别一定要说 要找什么找 像我这杯子也是特价品 没几个钱 所以颜色就这样 她没得挑 她就这个颜色 就这样 好用 所以有那种杯子 现在就是可以救口喝的 我觉得那个太重了 那个头太重了 这样就好了 掉了不会心疼 东西都是这样 掉了有人用就好了 那该跟你无缘 你就再去买一个更好的 买一千块再来买四千块的 钱用的就是财产 没用的变成遗产 所以都很惨 赶快用一用 好来 这个是七种 刚刚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吗 那什么叫修行的法门 你告诉我们 对啊 这也是啊 有念总比没念好 那你请问你每天念些什么 你念狗啊 念你女儿啊 念员工啊 对吧 那些有究竟吗 他们都有改变吗 没有 对不对 对啊 就是啊 第四个啊 那你念那个心经也是啊 对不对 那第七个大悲咒也是啊 那你告诉大家你每天念哪一些功课 来 说来评评的 你念哪些功课 有没有 没有啊 就我说的 念那些 念大念小 出那 所以有一位 好啊 你念啊 他的开头就是说 将此身心奉成岔 事实名为报佛恩 将你的身心奉给大众 就是报佛的恩 敢讲吗 敢讲吗 讲不出来 我们就是这样的做法 将此身心奉成岔 事实名为报佛恩 佛恩不是只有佛 一切众生都是佛 所以对一切众生都是恭敬的 那这个刚刚说什么才是做功课 什么 那是你个人的看法 那就这样子咯 你的问题就到这里咯 好 那刚刚你问的那个 是在第几页啊 98月 98月 98月第四行 98月第四行 在菩萨地词经第一卷中 佛陀告诉弟子应该努力学习的七个法门 在白板上 任言经 心经 没关系啦 反正都认在那边 我们以前认言心认前心 二认子认在那边 因为它都是修行的内容 你不懂修行就是文字的认知而已 就认在那边 它是两个口 那其他同学有没有问题 或是有什么要分享 要补充 没有了哈 好 我们就回到101 最后一段 佛陀又特别启示弟子平等老义一切众生 众生平等 因为随顺众生就是随顺供养一切如来 所以你说七种就七种 你说六种就六种 那有一位居士说 他有时候有做功课 有时候没做功课 那我就给他回答 有做总比没做好 他说师父你总是这么慈悲 不然怎样 你不做歪 还说来打屁股 或是来罚站 有做总比没做好 所以大家就加减做 尽量做拼命做 努力的做 第一 倒数第三行 恭敬的关怀众生 就是全神的侍奉如来 所以你们家人就是 诸佛菩萨视线来给你做这一生的一个功课 所以不要抱怨 那因为也是 他们来就是你们的冤亲在主 刚刚讲了 巴不得把你当提款心 把你榨干 所以你就必须要量力 慈悲的当下还是要有智慧 使众生欢喜 也就是使一切如来欢喜 为什么 因为一切如来都以慈悲为本 慈就是给众生快乐 悲就是拔除众生的痛苦 那刚刚讲的 佛度有缘人 没缘人 我们就祝福他 回向给他 而不是这样 轻视他 抛弃他 其实我们都没有抛弃众生 都是众生自我抛弃的 自我远离 自我抛弃 抛弃正法 有了众生 我们才能发慈悲心 比如说我们有朋友 有亲戚 有人往生 我们回向给他 或是请他做哪些功课 做布施或什么的 我们的出发点都是希望对方好 我们的出发点不是为了图对方的什么东西 所以就问心无愧 有人说我就不知道讲对不对造了口业 口业是续义的 我希望他不好 我希望他很凄惨 我希望他怎样怎样 那是不好 但是我们的出发点是希望他好 希望到善道去 所以出发点都是对的 那就好了 问心无愧 很难啊 我们说 哎 关照的 这个也讲 那个也讲 其实很多东西都有讲 那众生就没听清楚嘛 就像我今天早上传代 是那个期间 我们都不对外 不是第一天跟最后一天 拜托 那两天还是有什么好讲 我是怕你们怎么都静静都没有发什么来 所以是十几天而已 不是十几年 好 最后一行 有了慈悲心 101最后一行 有了慈悲心 我们才会发心追求智慧 因为不断学习智慧 所以最后才能成就圆满的智慧 所以大家都拒足的 现在就是把那些贪嗔痴慢疑 慢慢去除掉 所以要勤劳 时时怎样 勤服事 莫失惹臣哀 所以是这样的根气你就面对 哎呀我是好羡慕六祖啊 笨哀 我一物何处惹臣哀 那你就是惹臣哀那个祸 就不要够狗 够狗 够狗 好102 智慧是因众生得来的 假如没有众生 一切菩萨永远无法得到最高的智慧 所以我们看人看很多 我们就差没摆摊子而已 所以那种很柔的人 我们还是会鼓励他 虽然他的层次不够 他要干什么干什么层次不够 我们还是鼓励他 让他有一个追 有一个梦想 那还是可以 只是总有一天嘛 等到 那那个根气很利的人 我们就希望他人家更能够增上 然后更能够去利益众生 所以国父说嘛 你一个人可以服务一个人 你就去为一个人服务 你可以服务十个人 一百个人 一万个人 全宇宙 那就尽力去做 那你不用说 我来按码一下 看看到底有几个 一切众生都是这样 第二行 未来佛 将来遇到什么 适当的因缘、教化和努力 都可以成就无上的智慧 所以各位同学自己就是 可以按照自己的因缘、能力 施肥、播种、撒水 你不要那就没话说了 我们既然尊敬过去和现在的佛 对未来佛怎么掉以轻心呢 不好好加以关怀和爱护 所以曾经有一个人 他们去一个场所 他们就互相催心 我打住的比较壮严 他说才没了 我打坐才庄严 然后另外一个 我最庄严 因为呢 这个是过去佛 我是未来佛 所以我最庄严 好了 他们就来讲给我听 那师父 到底是谁比较庄严 我说都很庄严 过去佛我也庄严 未来佛也庄严 现在佛也庄严 没有高下 没有高下就是法子嘛 对哦 我们还说过去佛 已经过去了 未来佛比较庄严 对不对 你自己怎样 掉入那个画里面去 慢心啊 众生的慢心 喜欢怎样 跟人家比 你儿子偷偷偷偷 他胎大哦 哦 不讲了 遗憾咯 所以人没得比 你看啊 有人说是比来比去 比比先生比 比小孩小孩比 比他家的狗 比猫猫猫猫 蟑螂老鼠都可以比 没事都比来比去 结论就是两个字 无聊 浪费青春 但是众生就这样啊 比专界 曾经有一个去参加 那女子什么什么 什么会的 你先生参加那个 然后他们一天到晚 那比这个戒指啊 你几颗啦 我几颗啦 我几颗 然后后来他说 哇这好无聊啊 每去每次去都要选 今天带这颗 带这颗 很累啊 我来不去了 对 这样就解脱了 因为 永远有人比你大颗啊 那这很盈啊 你在家里没事 不是很happy嘛 你这 我这才零点 我 他就这样 然后至少麻烦 好 102 第二段 佛陀生之高借 告诉弟子 对待一切众生 都要像 对待佛陀一样的恭敬 有没有 有没有这样对待你们 富士跪在慈悲的意念 而不陷于财物的多寡 当别人为难和劫虚的时候 能真诚勇敢的帮助他们 就是有高尚的行为 在这儿我顺便告诉周围一个佛经上的故事 有甲鱼二人 甲鱼有钱 乙是很贫穷 有一天呢 他们同时遇到一个乞丐 当时他们两个人心中都非常忧虑 摩甲鱼有钱 可是呢 他怕那个乞丐一直向他逃起 那么乙虽然没钱 可是他心中忧虑的是怎样 怎样才能帮助那个乞丐 他们两个表现呢 好像都有 可是果报不同 知道吗 那贫穷的因为心怀慈悲 所以后来享受了很多的福报 而那个富有的因为心存坚毅 所以后来苦恼无穷 对待一个乞丐 尚且都要心怀慈悲 何况对待自己的同学 其实这样吧 你有钱就量力啊 那他因为一直来 也曾经啊曾经有一个店家 他很讨厌这些去化缘的祈祷的 那有一个店家他就都会给嘛 因为他说我是佛教徒 给也不多嘛 你今天赚三万五万 你给个一百 哎呀人家搞不好就少你这一百块要去吃饭 但隔壁都来骂他耶 就是你都一直给 他们都一直来 他说怎么办 我说你自己斟酌啦 然后分享给他们听说 我刚刚讲的嘛 你就赚个三万 有时候店面一开赚三万 那一点点 对不对 买个酱油买个什么东西 买个垃圾桶的那个钱而已 让人家就有一餐饭可以吃 或是跟他们讲 如果隔壁很凶 你就跳过那一家 因为有人真的很凶出来骂人的 那你就说你就那家很凶 你就不要去了 直接到我这边 那我的能力也是这样子 所以 因为他能够出来也不是 你说他在家里有收入 或是他有什么 他为什么要出来这样 跟人家伸手 还要看人家脸色 也是很为难嘛 为什么要来找你就是 因为你比较慈祥和爱拿得出来 那也是这样 所以斟酌 所以也不要过度啦 就是变成 过丑嘛 人与人之间就会 你太好 度量太好 人家会就变成一种 疑奈或过丑 所以在这个当中的 智慧的抉择 你是好人 但是不要让人家当你是烂好人 我也常常被人家说是烂好人啦 那又怎样 被人家利用 有多少利用 你一定有你的停损点嘛 或是你有你的尺寸在哪里嘛 那个讲你烂好人 他不知道你有多烂吗 但我们都有我们的标准啦 还有尽量 不必说我们在炫富 我们也可以视若 我现在是说一般普罗大众 那也说我有时候也不容易啊 有时候也不方便啊 然后让对方知道我们的情况 所以你的出手 顶多能够多少 你自己有一个尺度嘛 甚至有一个学佛人他就说 啊你们都学佛很慈悲啊 啊你的常人都拿去布施啊 我才说你真的是真布施啊 你看说有的人痛到那个没有学佛 还有一个啊 他学佛他现在不学佛啊 佛像佛术佛书啦 都拿去烧啊拿去乱丢你知道 他说怎么办 我说那你就不用拿回去啊 佛在心中做啊 你干嘛要弄一个非有的东西 然后反对你 你该做的 因为你结婚嘛 你有家庭 你就必须这些该做的该做了 那你自己有时间 或是他有去上班 你再做一些羞耻的功课 你不要在他的面前做他反对的事情 这就起冲突啦 哎呦我诵经哪也不好 我修行有什么不好 好事你好他一点都不好啊 对不对 所以要大家都好 那个才好 要用智慧的拿捏 大家都好 不是说你说好 他不好啊 不好又毁谤 又阻挠你 他是造很多的业是不好 但是我跟他讲他造业他还不怕啊 他造业拿去丢拿去烧啊 我说对啊 那你为什么要制造机会给他 是不是共犯 对不对 他就没贴上去的 没有智慧 因为你把处理事情又轮到这样 情绪 你说他那个 他说你们都乱诅咒啊 我们没学活了 就诅咒我们要去哪里去哪里 对不对 我们不用嘛 你就心精备起来嘛 心精备起来上班也可以啊 我以前打工啊 就打工不知道做什么 那个都不用头脑了 就念佛念佛念佛啊 对不对 比较简短的我们就念心精啊 反正不一定都要讲话嘛 那很累很累就是 天降大仁一世仁也 哎呀 不容易啊 赚钱很辛苦的啊 要看人家的头面啊 要看人家的名色啊 还有强颜欢笑是不是 好辛苦啊 还是来诵君好 诵君打坐好 好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把 诶世俗的情绪 那认为说你学佛好 你修行好 要强压给人家 要强转移给人家 这个 因为他对方有时候是 反对你这个人 其实他不一定反对佛教 好 所以就自己要小心啊 好 不要陷自己 好 这个 不理想的一个业力因果 好 第三行 佛经中 把人助长我们智慧和善行的人 叫善知识 好 那六祖谈心也是啊 六祖称所有人都善知识 所以对你好的人是善知识 对你不好的人也是善知识 他提醒你 怎么样 这么难应付人你搞得定 哇 你去到哪里的天下无敌手 我告诉你 哎 这个我们以前参加一些团体 不管出家在那 都搞定的啦 能是很简单的 他就是要占你的便宜 但是你的便宜有个底线 好 这样就好了 就好像说 哎 这边风景很漂亮 这一个人说 我们这边风景才漂亮 你也不去跟他看 他也不愿意看 你就跟他跨过去 哦 真的很漂亮 哎 那你来看看我们真的风景好不好 他就过来 人就是这样 他先占你的便宜 那你要占他的便宜 或是你要说服他才有办法 那你都如如不动 那就互相在那边拔河 拔河也有技巧耶 以前我都是拔河的指挥 都是总冠军 太瘦太小了嘛 下去拔也没分量 但是要拔河 那个timing 两边在拉的时候 然后当对方起来了 你就赶快拉 因为他起来的重心不稳 你要赶快拉 当他们倒下去 你也倒 彼此对峙 那不可能一直躺在那边嘛 所以一方也有起来的时候 所以你要计算他们什么时候要起来 你已经这样往后拉 所以我们曾经三秒钟就拉赢了 因为他还没有躺下就赶快拉 所以到了毕业很久 他们碰到 厉害厉害 佩服佩服 timing 时间 要他死就是死了 稳稳的死 这不是狠话 这不是 就是说你要下手一定要 这好像那个针就下针 你要中了那个穴位 才要到命处 要到命处 要到命处 要到命处就很糟糕了 所以一定要那个timing掌握 好 不过这个也是天分 有人说读书天分 讲话天分 反应也是天分 感谢诸佛菩萨 各位善知识加持 不管遇到贤人或坏人 好 顺境或逆境 都可以增进我们的品德和智慧 好 所以不要一昧的对于顺 好我们高兴 你对顺境高兴也是一种执着 顺然后看能不能跟人家分享 固然遇到贤人可以学到对方的长处 处在顺境可以如心称意的快乐 但见到不行的人 却可以让我们学习反省忍耐忍辱的品德 因为逆境可以告诉对峙我们的嗔恨心 气得要死 气到牙齿都掉光了 但是还是要生存下去 还是要走自己对的路 一个人在逆境中不但可以培养宽容的度量 获达的胸襟而可以增长慈悲心 说只说这支断断 这个不容易 但是必须还是要给自己的机会去培养 慢慢的 就好像学打坐念佛 打坐五分钟开始 念佛十分钟开始 这样子 所谓十分钟就是尽量在十分钟当中不要打妄想 真正坚强的意志和精进往往是在逆境中磨念出来 所以逆境实在是我们生命当中很好的养分 一个人太顺就得意忘心 忘了自己的生成八字 他以为他生出来就含着金汤石 还吞曲棍球 不知道要讲什么 很优秀 然而心智修养差的人 你修养好的我们可以苦中作乐 哪一个人都会顺你的不可能 你要想你自己累世以来修多少 都没修嘛 没修都碰到这些人是正常的 那有修 顺境 我们就更能够把那个心量扩大更多人的分享 然而心智修养差人 却无法从顺境和逆境中得到益处和精良 他只有抱怨 话拍面而已 但是你这个人命不好 你 所以有一个他就是说 一直说他命不好 然后就另外带他去医院看嘛 安排他去看 这不是有一个那个什么 范可卿啊 坐公车一摔个胶 肋骨断三根啊 你看 他要去跟 有一个广告人叫范可卿啊 他坐公车紧急刹车这样一摔跤肋骨断三根啊 现在在急救当中嘛 然后严重啊 所以人的生命是很脆弱的 所以不要说啊我什么时候要干什么什么时候要干什么 赶快去报名授戒啊 我常常说除非无常是可以商量 我下礼拜再去 我明年再去 你知道下一秒是发生什么事啊 下一秒 谁能够告诉我 我们都八抵嘛 对不对 下一秒能发生什么事 举角 好 103倒数第二 所以一个人 是否从顺境或逆境中得到智慧和益处 完全决定他自己的心智修养 所以对的事情 就当下 当然事情有轻重缓急啦 就是做个分配的还是有可能的 假如我们能从佛经中学会慈悲安忍虚心和勇敢坚强的品格 那么我们便不难和周遭的朋友同学相处 因为到时候你就化为一切外境和人物为助言 总有一天啊 还没有的时候我们就赶快捕获嘛 捕获我们的各种方面的条件 那我们去监狱他们说我是被陷害的啦 我是怎样怎样 我说那你们要不要报复 要 好 所谓报复就活得比他更好 知道吗 让他哦 悔恨 陷害你 好 105 佛陀教育的特色 刚刚讲这个人格啊 什么的 他教育的特色一 丰富的内涵 佛陀的教材到底包括多少学科 这是十分有趣的问题 那现在因为要Google资料很方便 所以都可以 你要找什么资料 以前我们都是看纸本啦 现在因为找资料也很方便 所以纸本也不用准备太多 那还有那些似似而非的道听途说的 你能够再删掉一些 那你就更有时间休息 所以重点就是刚刚讲的轻重缓急 不重要的是你要做一堆 当然就没时间啊 不重要的事情你要听一堆 当然也就没时间 这很公平的 一天24小时 1440分钟 所以看你用在哪里 各种事物的最后真相 本来只有一种 真相只有一种 其他都是假相 所以我刚刚不是说吗 学生啊学人讲什么理由 我们都闭嘴 真的是什么对方知道就好了 我们不要去戳人家 捅人家 佛陀为了使一切不同 禀父的众生都能了解真相 所以因人因地因实 善巧方便讲出无数的法门和道理来 这个是 诸29 等一下再去回顾 依佛经的记载 这无限多的智慧道理 可以归纳为八万世间的法门 因为在这个世界有数字的形容跟叙述 有八万世间的众生 所以有八万世间的法 所以没有不能治的病 除非你不要 那就没办法 因为现已偏伏的关系 不能一一赘述 只将和现代的教育科目相似的 来讲解一下 那我们上次那个注解讲到27 这样已经到了29 我们回到248看一下注解 注28是前面的那个章节 他讲的话 华金的 注28 以方便利固 虽是种种道 其实为佛圣 知众生诸行 身心诸所念 过去所习也 欲信精进力 及诸根利盾 以种种因言 必欲欲言识 随应方便说 就是说随着众生的根基 然后用方法 用语言 让众生去了解 所以还是怎样 回到佛圣 第三句这一段 其实为佛圣 都希望众生成佛 所以 条条马路通哪里 不是 不是罗马去佛国净土 只是行农嘛 通农 因为那个地方的路是辐射状的 所以条条马路通融 好 注28的第一次行 献方便而教授 所以吃药也是啊 他外面裹个糖衣 没有很苦嘛 就吞下去 下一行 譬如 长者唯有一子 心常依念 灵爱无语 将亦思索 亦令受学 聚不述臣 寻遍将还 以爱念故 奏月玄琴 交其半字 而不教诽 匹前也 何以故 以其幼字立位堪一故 半字者 未久不君 指小圣经典 这刚刚我们一开始 今天开始的时候 就有讲到这个故事说 他要让他学会读书嘛 所以呢 送去给老师教 但又怕他不会 又带回来教 看一些什么漫画啦 或是浅显的故事 也是啦 你那浅显的故事 他能够接受 做得到 总比大不投 那个对佛学没有一些基础 对修习没有概念啊 你叫他看嫩眼睛 他就真的嫩在那边 就看不懂 但是有的人很奇怪呢 他这个嫩眼睛有讲五十二阴魔 我都对这个魔就很有兴趣了 对佛都没兴趣 对魔都没有兴趣 干什么 何况 大家都没看到魔啊 都是自己的心魔 还有人讲很多嘛 被附身啊 被什么 那个都是火大啦 火退一退就没事了 好 那我们住二十九看一下 住二十九说 佛说虽一时一象 为诸众生故 于十二不经八万四千法具 做分别说 这个大致论 佛虽一时一象 讲实相 就是讲真的内容 讲法界的这个智慧 但是为了众生故 为了让众生能够了解这些真实相 所以呢 讲了十二不经 十二不经就是经典的内容 有赏文体的有尸体的 然后有八万四千的法门 就是为了让众生一样 就是说开餐厅不怕你点菜啦 你要点西餐 我点点那个什么 中餐都可以 开餐厅就不怕点菜 以前我吃素嘛 然后老板请客 他是A餐 他是B餐 你呢? 早餐 早餐就吐司跟牛奶 现在几点来吃早餐 不勒 你们有什么好吃的? 没啊 早午餐 上礼拜四我才去吃早午餐 吃不完了 太多了 我们都吃的少 量吃的少 早午餐也是一种趋势 结果我们去坐旁边的一桌 六个女生 大家点好了 都没有人讲话 各自滑手机 现在聚餐就变成这样 菜点好了 各自滑手机 都没有话说 这个最新型的聚餐 好 没话说 105 回来105 这边就介绍佛陀教育的特色 他第一章节是 丰富的内涵 包括一 生理学 所以佛法的内容包括 生理、物理、心理 尤其是心理 心理讲很多 心里面在想些什么 生理学呢 西洋的生理知识大部分是从实验室解剖 或尸体观察史诗中得来的 东方的生理知识是在临近或禅定中 反观自身才感觉到的 因为可以做很多方面的透视 好 106 第一行下面 前者是向外观察 偏向静态 或者是内省 偏向动态的 前者把解剖使人所得的知识 推定到活人的身上 所以西医的治疗是这样 属于是一种间接的生理学 或者是观察活生生的 人所得的知识 所以比较直接可靠 因为死人的生理结构已经这样 都死了嘛 而且一些实验都去靠其他的小动物 譬如活人有血气循环 体温、内分泌等 死人则没了 由于这些缘故 所以东方发现了针灸、奇经、八脉等奇妙的现象 尤其打坐 打通任督二脉 告诉各位 任督二脉本来就是通的 如果任督二脉没通就是死人 那因为这个针灸 它是靠这个针下去刺激你的穴道 然后疏通你的经络 有时候是 它奇经八脉就是说 有时候是头痛一脚 这个是中医很奇妙的 有的时候是针 有的时候是灸 有的时候是灸 灸是穴 火大 或是中暑 解你的火 心火 什么火 解 灸呢就是补 灸呢就是那种艾草 艾草把它做成那个小球 然后做针灸 那通常我们的人啊 其实说虚寒的人不多啦 都是灶热比较多 因为营养都不一样 你早期这个神龙士到现在 因为早期人都偏寒 因为营养不良 现在人都营养过顺 所以现在全民运动是减肥嘛 所以人家说师傅你也减肥 我是没有 我是控制 好 那个 就是你要注意 不要过瘾 所以有一个人脚痛 脚痛你就要减重 因为你的脚要负担你整个人的体重 所以我们各位 这辈子从来没有跟你的脚说谢谢 有没有 每天跟他吵嘛 还嫌美败 选他外八字 选他内八字 选他什么什么什么 拇指外翻 他要撑着你的整个体重 走路的时候是体重 人的体重的多少倍 他还要你的动作 还要你的种种的那个姿势 有的姿势又不对 很多人走路不对 姿势不对 步伐 有的是颠着脚先走 有一个是因为他足底筋末也 所以他要舔着脚先走 那有的人他因为脚趾怎样 有点状况 所以他要用脚跟走 所以这个都不是很正确的 中医就有很多的方式 有针 有钩 或是拉筋也是很好 那早期我们学针灸的时候 都只能扎四肢 这个内脏不能乱扎的 头部这个都不能乱扎的 都扎四肢 那四肢其实来用就很够了 你像脚底按摩 就是我们全体的全身的穴道多位 手也是 有一次吃饭 吃完 有一个人就说 师傅你会不会看手相 我说怎样 你手摊开我看 你胃肠不好 你怎么知道 看就知道 他会产生那个现象该怎样 那你看我命好不好 很好啦 可以来吃餐还不好 至少你没有在门口乞讨啊 对不对 都很好 不要再抱怨了 我咬八叉 腰啊叉 霸啊叉 那人都是怎样 好还要再好 没有修就很难好 我告诉你 齐金八卖 我们那时候背这个穴道 什么手足 什么什么什么 那个每一条 每一个经络的穴道都要背 现在都还去了 但是都还有概念啊 这个大概怎么走怎么走 还有概念 反正就是要吃好睡好 所谓吃好不是吃很贵的东西 新鲜 当令 然后适度就好 不要吃太饱太撑 心情好 什么都好吃 你的心情好给你讯息说 我要吃饭 我要吃什么 如果你心情不好 什么都不好吃 必要的休息 放轻松 不要说这个事情做不完 不吃不喝不拉不睡 我把它做到晚 不要 该吃该睡该拉 然后再来做 这样效果会很好 如果都没有 那个生理时钟 这边讲生理 生理时钟都乱掉了 有一个人熬夜 他说真的熬夜一天 要两三天 那个精神都不济 还有你们坐飞机也知道 坐飞机那个时差也是很痛苦的 那个就是生理时钟乱掉 106月第六行 奇经八脉等奇妙的现象 这个道理很简单 所以其实不管中医西医 心情很重要 情绪的起伏 西医它影响山高嘛 那中医也是啊 那个内外不调 那很厉害的医生 他可以看你走路气色 他就知道你什么症状 一样你的情绪表露在外在 也是看得出来 所以要保持愉悦的心情 放松啦 放轻松 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 所以 这一段的倒数这下 但在寂静的山林或黑夜里 我们可以听得很清楚 因为 在前面一行 譬如我们在喧闹的市区 听不到手表的声音 当然现在也是 越来越进步啊 听不到的多 那我们到了森林里 是因为都会安静 我们都很少给自己独处 面对自己 你到底要什么 你追的是什么 你苦恼的是什么 你痛恨的是什么 你要调调调你的情绪 调调你的那个方向 你才有办法出发 那有人说 我这也不要 那也不要 但是我要得到那个 那就impossible 你不愿意付出 你不愿意踏出一步 怎么可能得到丰盛的果实 你不愿播种 你不愿施肥 你不愿浇水 怎么可以得到好吃的苹果 那不可能 所以众生都是这样在矛盾 痛苦 烦恼 纠结 这个纠结 这个纠结 那个纠结 纠成很大一坨 那怎么处理 放火烧掉 反正的李不清 就不太 你们每天都要到垃圾嘛 哎呀李不清就丢了丢了 真的啊 这样比较快 你如果去做那个什么 泥塑的啦 杯子啊 对不对 坐坐坐坐 倒了就算了重新再坐 对不对 而且那个脚要踩 那它那个轮子才会 那个动作配合你的手的力道 那个杯子是大的或小的 都是要时间去弄弄弄弄弄弄弄 弄到一个漂亮的杯子 还有那个手感 光那个泥土怎么祸 祸到它没有气泡 然后怎么捏 还有各位你看那个什么 茶壶 它那个壶身弄好 它还要再捏那个糊嘴 还要那个把手 还要那个盖子 还要在上面雕刻 真的很有闲才有办法 那这个就是人的兴趣 那它当然来在那里来讲是一个艺术 刚讲弹甘情作曲 各行各业都是必须要付出心力 106月到属地下 根据佛经的记载 佛陀对自身的每一块肌肉血液 都很清楚 那现在也很清楚 大家都有那个解剖图 好 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就来下课 合掌 那现在 我说 愿意此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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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及一切 普及一切 我等于众生 我等于众生 皆共成佛道 南无毕鲁正那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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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